還要來看高雄這個很奇特的建築物 兩棟大樓的中間居然有好幾間相連在一起的一個懸空房間 看起來就宛如空中樓閣 吸引民眾路過忍不住多看兩眼 根據市府的造冊資料 實際上裡頭真的是有住人 但是命老實提醒 住在懸空的房子裡缺乏地氣 可能會影響到自己的運勢 所以建議住在裡面的人還是快點搬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